第三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进行到尾声 各界公民团体持续向审查委员揭露 在司法及行政程序中人权无法被保障的漏洞 其中更有民团指出行政机关处分 已经严重侵害人民的自由权与财产权 完全不符合两公约的规定 行政机关没有经过法院的同意 就直接用行政权来剥夺人民的人身自由跟财产权 是非常符合公约的保障 通常常实务上有很多错误的行政处分 导致人民他付不出来 没有办法付来 可是就直接进到被限制住居 和限制处境的情况 并且请注意 在台湾行政法院当中的行政案件 税务案件占最大宗 而且人民的胜度率不到1% 公民代表指出 受政府迫害的人民就像被判死刑一样 甚至没有程序可以救济 受灾户终身不得平反 政府应成立二代促转会 落实转型正义 现在台湾在行政诉讼再省的规定 它有一个五年的时效存在 所以其实很多人民在跟政府上面 有一些人权破坏的这些案例 它其实当新事实新证据发生的时候 往往他们受到这样的时效限制 没有办法透过再省的这个机制 去做到转型正义 而且政府也是透过这样子一个时效的限制 来去规避掉很多的他们应该要负起的责任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认为应该要立即去做改变的一个法律 因为这个五年再省而造成了非常多的冤案 救济无门 那应该要去成立二代的促进正义转型的委员会 来为这些案件平反 那第三个我们也特别点出是说 以税务作为工具来迫害 来迫害宗教信仰团体 或是个人或是其他团体的这个 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认为是说 也要在结论性意见之中 特别强的是说 不能因为税务案件 然后让这些财政机关去利用他们 无限扩大解释涵意来侵害人民 在两公约所保障的权利 审查会议结束后将召开一整天的闭门会议 预计在5月13日下午3点 举办结论性意见与建议记者会 公民团体表示一定会关注审查结果 希望台湾政府能持续推动转型正义平反冤案 更将两公约的人权精神落实在司法及行政体系中 人民才能真正享有公平与正义 记者艾令台北报道